如果有哪些网友跟我一样不喜欢在感恩节期间购物的话 我强力推荐你们去到电影院看一个新片子 叫2017年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我是上个星期四在美国首映的时候去看的 我刚才上网一查 在美国刚刚放映才一个礼拜 它的票房收入已经达到了4000万美金 可见这个电影还是很火的 我自己也觉得是很值得一看 一提起东方快车谋杀案 很多网友可能会说这是一个老电影 你们讲的很正确 很多人可能都看过1974年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但是这个新版是由英国著名的导演 Kenneth Branagh对他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 他有很多的娱乐性跟1974年的版本有很大的差别 在你们去看这个电影之前呢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点背景的知识 当然对于这个情节不能讲的很多 不然的话就会泄露天机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提示的是 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 它是由阿加萨克里斯提的这个小说改编的 阿加萨克里斯提呢 是英国的推理小说的女王 他一生中可能写了有80几本侦探小说 卖掉了10亿册 可见这个人们是很喜欢他的作品的 我们很多人呢 可能都过去看过电影 叫尼罗和尚的惨案 或者叫阳光下的罪恶 这两个电影也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 在他好多部小说中间呢 都以一个人物为主角 那就是比利时的大侦探 赫克里斯·波罗 我们就给他叫波罗 波罗呢成为了一个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文学人物 他长相很特别 个头不高 却有很大一个胡子 他穿衣讲究 对事情很挑剔 例如吃鸡蛋的时候 两个鸡蛋要一模一样大 在路边走路的时候 一脚踩在了狗屎上 为了达到平衡 然后他另一只脚也必须踩上去 他的一生中在破案中间 就是为了寻找人类的这种完美和平衡 当然是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谋杀案都证明了人们的不完美 在这个东方快撤谋杀案呢 也是以波罗为中心而展开的 这本书呢被评论家认为是克里斯提作品中间一部最成熟的 逻辑最严密的也最完美的一部作品 所以呢这部作品呢被多次搬上荧幕 它的故事情节我想跟大家先铺垫一下 东方快车呢是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往法国巴黎的一趟豪华列车 在当时三四十年代呢就这本书小说写作的时候呢 人们登上这种豪华列车不像我们现在一样的 穿的随随便便的指望赶快到达就行 当时人们的打扮和穿着就像好像参加国宴一样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时呢波罗呢在解决了一个侦探案之后呢 从伊斯坦布尔想乘坐这趟车回到法国去 但是呢那天特别的奇怪 就是所有的这个投资舱都站满了 就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旅行一样 这时候呢他遇到的一个老朋友 他是这个东方快车的一个列车长 他答应给波罗在投资舱找到一个位置 恰巧呢在列车开车前半个小时 有一个人没有出现 所以波罗就住了进去 列车开出伊斯坦布尔 在第二天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场雪崩 所以呢所有的乘客都被迫下车 但是他们发现车上的一个美国富商被人杀死 他的身上呢有12个刀痕 这到底是谁杀呢 由于这个车厢是一个封闭式的这个环境 那么一说这个杀手可能就会在这个头等车厢的12个乘客中间 在这种情况下呢 波罗就开始用推理的方式进行破案 这是第一个就一点铺垫 第二个呢我要跟大家讲 就这个小说和这个电影中间呢 都提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绑架案 了解这个绑架案呢 对这个作品会有所帮助 美国的一个著名的飞行家 叫Charles Lindbergh 在中文翻译成林白 他很著名因为他是第一个驾驶着飞机 从纽约横跨大西洋到巴黎的 1932年3月1日 林白的一个刚满一岁半的儿子 在他们美国新泽西的家里被人绑架 当时绑架的人留下赎金 要求5万美金 后来又改成7万美金 这警察在调查的过程中间 认为他的保姆是一个嫌疑人 因为保姆在这个审问的时候吞吞吐吐 后来第二天呢 保姆离奇的自杀了 后来呢才发现这个保姆跟这个案件 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保姆呢 他在被绑架那天晚上 他跟几个男人有染 在酒吧喝酒 后来呢他对这件事觉得很丢人 所以就自尽了 这个案件拖了很久 没有找到线索 几年后 他们抓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新移民 他是一个木匠 因为他们发现他的自己 跟赎金流条子上的自己很相似 后来这个木匠受审 这个审判轰动了全部美国 各大报纸每天都在详细的报道 木匠被判有罪 实施了死刑 这个著名的绑架凶杀案 作为背景 在克里斯提的这个书中 还有现在这个电影中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个线索呢 是跟达芬奇的这个最后的晚餐 这幅画有关 我们看过这幅画的人 都记得在一个长桌面前 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坐在一起 当时耶稣呢 就问他的十二个门徒 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 当时很多门徒都在说 到底是谁呢 这个景象呢 这个景象呢 在这个电影中也有所展现 当你看到的这个电影上的这个相似的图面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它的意义的 第四个呢 我要讲讲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不同版本 我刚才讲过了 它的最有名的一个电影版呢 是1974年拍的 这个1974年的版本呢 这个演员的阵容很强大 比如它的主角波罗 是由英国著名的演员 Albert Feeney主演的 另外还有Sean Connery 就007的那个邦德的这个演员 第一个演员 还有Ingrid Bergman 就是卡桑布兰卡的这个女主角 还有Lauren Bacall 还有Anthony Perkins 这个电影呢 拍成了以后 当年就获得六项奥斯卡的提名 当然获得的一个奖项 就是Ingrid Bergman 他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按2017年的这个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这个版本 也是群青璀璨 Kenneth Brennan 他呢 一边是做导演 而且呢 还一边做了男主角波罗 另外还有英国的著名演员 Julie Dench 美国的著名演员 Johnny Depp 有西班牙的演员 Panelope Cross 但是这次最闪光的 应该是美国的演员 Michelle Pfeiffer 我估计他可能 因为这个角色 会在奥斯卡的时候 被提名 有可能会像当年的 Yngli Bergman一样的获奖 由这个74年的影片呢 最后成为了一个经典 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个 2017年版本的时候 包括我在那样 如果一部电影 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话 后来的版本呢 都很难超越 往往是呢 我们都会很失望 所以我上个星期四 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头十几分钟呢 我都在不同的比较 但是呢 后来慢慢的发现 这个新版 确实有自己独到的之处 因为这个Kenneth Brennan 他曾经改编过 很多莎士比亚的戏剧 把它搬上了一幕 所以呢 现在的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 具有了这种 莎士比亚的 这种悲喜剧的味道 而且这个宏大和奢华的场面呢 很令人震惊 再有呢 他本来的这个小说呢 就像好像妇人在冬天里客厅的一种 治理游戏 大家在推测 到底是谁 杀了谁 怎么样的线索 那这部影片呢 对这部小说呢 又富有了更深的一层寓意 更多的探讨了 这个人性的善与恶 特别是探讨了 当这个正义 没有办法通过法律来决定的话 那么我们的人到底是该怎么办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Kennett Brennan 把他更加的娱乐化 在原来的小说中间呢 他有很多就是微妙的一些线索 主要是不断的一点点的推理 导演呢 怕这些侦探的推理过于枯燥 所以他加入一些行动片的因素 而且呢 增加了更多的悬念 他改编这个电影的话 也有很多优势 就从1974年呢 到现在已经40多年过去了 很多人呢 像我看过的时候 以前的一些剧情都已经忘记了 再加上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 几乎没有看过这部作品 所以给他了很多 就是自由改编的这个余地 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呢 他是成功的 当然了 也有些地方 我觉得有些过分的交揉作作 过分的扩大 而且呢 对一些奢华的场面呢 进行过度的渲染 但是呢 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娱乐性 对于那些网友呢 喜欢可能在电脑上看的 我极力的推荐 你应该到电影院去看 因为许多奢华宏大的场面 还有动听的音乐 只有在电影院才能体会到 感恩节之后呢 你无论走到超市去买东西 或到购物中心 或者走进一个电梯 或者是打开收音机 你都会听到无止境的 这个圣诞音乐 或者是跟圣诞有关的通俗歌曲 有很多歌曲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比如像 Jingle Bells Silent Night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但是呢 也有些歌曲 你们可能会像我一样 就是曲目听上去 非常的熟悉 但是你不知道 它的名字是什么 或者是呢 你知道它的名字 却不知道它的歌词 或者是它背后的故事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 几部代表性的 这个圣诞通俗歌曲 讲一讲 它们的来历 和它们背后的一些 离奇和神秘的故事 我在选择这首歌曲的时候 用了一些样品 由于版权的这个限制呢 我只能给大家放十几秒 或者是二十秒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可以直接到YouTube 去查找这些歌曲 你会找到各种不同的版本 我们现在讲的圣诞音乐 或圣诞歌曲 虽然呢 它在圣诞节期间演奏 而且呢 跟宗教有一定的意义 但实际上呢 它是三种不同的因素的结合 第一种呢 当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歌曲 它的内容都是讲述 耶稣诞辰的故事 和歌颂 庆祝耶稣降临人士 在十九世纪之前呢 这个圣诞音乐和圣诞歌曲 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呢 在英法德等地呢 就开始出现了 把圣诞老人加入进去 当时的这个歌曲呢 主要是很多 是针对儿童的 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呢 圣诞歌曲在美国发展得很快 这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犹太音乐家的介入 当时由于在音乐电影界 歧视比较少 所以就给犹太音乐家 造成了很多的机会 犹太的作词作曲家 都开始创作圣诞音乐 这是因为圣诞音乐呢 是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一条重要通路 再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圣诞歌曲呢 当时在美国有很好的市场 许多圣诞歌曲都是卖得很好 非常受人喜欢 但是由于这个犹太教跟这个基督教完全不同 许多犹太音乐家在创造圣诞歌曲的时候 他们没有去创造严格上的宗教意义上的歌曲 他们更多的写了些通俗的 比如关于圣诞老人的故事呀 关于在圣诞期间大家团聚的时候 对家庭的一种怀念呀 或者是描述冬天大雪茫茫的时候的美景啊 在现在最常销的圣诞音乐和歌曲中 犹太音乐家所创造的大约有25到30首 这些歌曲的诞生呢 无疑的就淡化了这种圣诞歌曲的这个宗教因素 到了50年代呢 随着美国摇滚乐的这个发展 很多摇滚乐音乐家也开始出圣诞专辑 他们的创造的歌曲呢 开始加入了很多浪漫的因素 也就是把爱情的这些故事 加进了这个圣诞音乐中 或圣诞歌曲中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 是严格宗教意义上的歌曲 它就叫O Holy Night 中文翻成圣诞歌 它讲述了耶稣诞辰的故事 O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ep-safe's burn 刚才你听到的是加拿大歌手 Celine Dion唱的O Holy Night 首善叶 这首歌诞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 这个村庄里呢 有一个天主教堂 1843年的时候 教堂里的人们呢 准备集资修复一架古老而失修的管风琴 后来在工匠们的努力 在圣诞节之前修好了 这个神父欣喜若狂 神父决定找一个诗人来写一首诗 既庆祝圣诞 也庆祝广风琴的修复 他找到了当地的一个诗人 虽然这个诗人呢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对宗教没有丝毫的兴趣 但是他还答应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诗人还是个治酒商 他每个礼拜呢 为这个教堂提供做弥撒食用的红酒 这个诗人写的一首诗 就叫半夜基督徒 它是根据新约中间的耶稣诞生的故事而写的 这首诗写好了以后呢 他又找到他的一个朋友 叫Adolfi Adams 给他做了曲 于是呢 在1847年 这个词和曲都做好了以后 他们请了一个歌剧演员 首次演出 结果演出之后呢 没想到这首歌变得非常的受人喜爱 这首歌越来越普及 这个法国大底教做了一点研究 发现这个词是由一个无神论者写的 而且作曲的人竟然是一个犹太人 他觉得这是对天主教的一种亵渎 于是呢就开始在教堂里面禁止了这首歌 但是已经太晚了 这首歌在民间已经流传的很广 当时这首歌传到了美国 但由于这个歌词是一首诗呢 唱起来呢就比较困难 这时候就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 他后来就把这个歌词翻译过来后呢 把原来这个原诗的部分呢翻成了更像歌词 更简单化容易唱 那么随着这种改编呢 在这个英语国家就变得越来越盛行 说在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 法德士兵在战场上长期对峙 在圣诞之夜呢 突然一个法国士兵跳出了战壕 开始大声的唱这首歌 他刚唱了两句歌词以后呢 一个德国士兵呢也跳出了战壕 又开始接下去 把这首歌的第三首句第四句开始唱下去 他们两个一带头呢 整个的德军和法军都跳出了战壕 开始共同唱这首歌 由于这种的场面呢 又感动了两边的军官 他们呢就决定在圣诞之夜呢 停火24小时 后来到上个世纪初 让无线电广播发明了以后 在世播的时候 一个发明家呢 他就朗读了一段 All Holy Night手上歌的歌词 然后呢 他又拉小提琴 将这个歌曲演奏了一遍 所以这首歌跟无线电的发明时 也有密切的关系 近些年来 这首古典的圣诞歌曲 也为许多通俗的歌手所喜爱 但是由于这首歌呢 他要求你的音域比较广 而且比较高 所以呢 很多女的歌唱家 如像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Celine De Young 这些人唱的比较多 在男歌手中间呢 现在也较为普及 最新的一个唱的最受人欢迎的 那就是美国的一个歌手 年轻歌手 叫Josh Groban 我再给大家放下他的一个版本 我们介绍的第二首歌 叫圣诞老人进城来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这首歌是在1934年 有两个美国的词曲家创作的 当时呢 据说有一个作词曲家叫John Coates 他的朋友写好了这个歌词以后呢 送给了他 他在十分钟内就做完了曲 然后把他交给了他的一个普兹的出版商 这个出版商呢 觉得他有点点太幼稚 所以呢 就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后来呢 John Coates就把他给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广播剧 在1934年10月份 这个广播剧播出了以后呢 用了这首歌曲 结果在24小时之内 这首歌的唱片就卖出了三万套 这首歌的普兹也被印刷出来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就卖了50万份 这首歌的歌词呢 也的确是很幼稚 就讲圣诞老人要进城来 告诉小孩子 不要哭 不要闹 要好好表现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圣诞老人会给你带礼物 后来就是因为他简单的歌词 和优美的曲子 成了一个美国的圣诞歌经典 老幼皆爱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呢 这首歌被多个艺术家所翻唱 最有名的 那就是摇滚乐歌手 Bruce Brinkstein 在1975年的时候呢 他把它改成了一个摇滚乐版本 这个一直是各大电台 做最喜爱的版本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播一个 Bruce Brinkstein的一个版本 和一个儿童的版本 我们可以大家做一个比较 下一首歌我要介绍的叫 White Christmas 白色的圣诞节 他是由俄罗斯出生的 美国著名的犹太词曲家 叫Irving Berlin 这个Irving Berlin呢 他也是创作了 就是God Bless America 就是上帝保佑美国 这首歌 据说当时Irving Berlin到加州 在加州阳光明媚的一个酒店里面呢 他想到了在纽约的家 当时白雪茫茫 这种怀念家乡之余呢 他就创作了一首很简单的 叫白色的圣诞 歌词呢 只有53个字 讲了说 我梦见一个白色的圣诞 圣诞树上的冰雪晶莹 孩子们可以听到雪翘吃过的银铃声 这首歌创作好之后呢 由美国的一个男中英歌唱家 叫Bin Crosby 他在圣诞前夕呢 在无线电收音机上 第一次做了演出 当时Bin Crosby对这首歌 觉得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当时是美国出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在Bin Crosby演奏这首歌 两个礼拜之前 日本袭击了珍珠港 正式呢 把美国介入了二战 1942年圣诞的时候呢 许多战士在远离家乡 在欧洲和亚洲跟法西斯作战的时候呢 他们都非常的想家 这首歌就变得非常的流行 而且Bin Crosby 每次去慰问演出的时候 大家都要求他唱这首歌 这首歌不仅在二战时期受人喜爱 在二战之后呢 也慢慢的变得更加流行 1999年美国公共电台选出了20世纪最有名的一百首歌曲 当时白色圣诞排名第二位 而且他在商业上也非常成功 并且破了基尼斯记录 就是Bin Crosby 他唱的这个白色的圣诞呢 光这首单歌就卖出了六千万张唱片或者是磁弹 后来跟其他歌曲放在一起呢 共卖掉一亿张碟片或者是唱片 近几年来 所有的这种歌唱家在制作关于圣诞有关的专辑的时候呢 都会选择白色的圣诞节 我呢 下面给大家再放另外一个版本 就是由加拿大的一个情歌歌手叫Michael Bublé 他演唱白色的圣诞节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下一首歌叫圣诞幸福 然后他有个副标题在库号里 叫战争已经结束 这首歌是由前夹克虫乐队的主唱列农 和他的妻子小野杨子于1971年录制的 当时呢 在美国还是在西方反战情绪非常的厉害 特别是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 列农呢 和他的妻子小野杨子 在反战运动中成了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 曾在1969年3月的时候呢 他们俩刚刚结婚度蜜月的时候呢 就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 制造了所谓的床上抗议 他们邀请了各大媒体到他们酒店的房间里面去 当时许多记者都误以为他们会在媒体面前公开的作爱 其实呢 当记者到了之后呢 才发现原来他们不过是在床上做一些静坐抗议示威而已 在反战的运动过程中呢 列农和他的妻子逐渐意识到 如果要是把他的这个政治信息传播给更多的民众的话 他们需要用一首歌曲来表达 因此呢 在这个圣诞前夕呢 他们就录了一首叫《战争已经结束》 幸福圣诞 这首歌词呢 也很简单 就说的世界上的黑人白人黄种人和红种人 希望大家停止战争保卫和平 不要毁害我们的人类等等之内的这种口号性的这种词语 他的曲子呢 是根据英国的一个民歌而改变成的 这首歌在197年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呢 由于已经到了节日的晚期 所以呢 他没有变得非常的流行 但是他在英国1972年11月6号发行的时候呢 这首歌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他在英国的排行榜上排名第四 近几年来 虽然烈农已经被刺杀很多年了 这首歌也久经不衰 成为近几年来最盛行的圣诞歌曲之一 我现在要介绍的这首歌是很多年轻人都很喜爱的 他就是由Marie Carey制作发行和演出的这首歌 他叫做你是我圣诞最好的礼物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I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 I know it's hard to 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 当时Marie Carey在他的事业高峰期 当时他要提出出一个圣诞专辑的时候 他的同事和经纪人都极端的反对 因为对很多艺术家来说 他们出圣诞专辑的时候 一般都是他的事业快结束的时候 为了引起人更多的关注 他们会找一些比较大家熟悉的这种圣诞歌曲去演唱 对于Marie Carey来说 他不想再演唱过去都很熟悉的 他还想要自己再创作一首新的圣诞歌曲 所以这里面有风险 虽然大家的反对 Marie Carey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后来他跟他的一个合作者 也是一个有名的作词作曲家 他们在他家里在创作的时候 他买了圣诞树 把家里里里外外都装扮成圣诞节日的这种气氛 这样有利于他进入这种境界中 他的词曲家到来之后 大约只花了15-20分钟就把这首歌的 普词和扑曲就写好了 后来他的作曲家到了加州 他们进行了制作和演唱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唱片最后非常的有名 是Marie Carey的名气更大 在后来的圣诞专辑中 Marie Carey对这个版本又进行了修改 Marie Carey跟他的词曲家 在合作的时候 他明确的指出 他说我不希望我这首歌呢 会像天鹅狐一样成为一个经典制作 我只是想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而且快乐的圣诞歌曲 所以呢 他的歌词也非常的简单 他的歌词大意就是 我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不在乎我得到什么样的礼物 我只需要的就是你 也许就是他这种简单无谱的这种风格吧 最后获得了人们的后爱 我跟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 叫去年的圣诞节 这是由威猛乐队在1984年创作和发行的 他的词曲作家 就是著名的这个威猛过去的主唱 叫George Michael 乔治·乔治·乔治·麦克尔 《威猛》的这首《Last Christmas》 或者去年的圣诞节 别具一歌 其他的圣诞歌曲呢 都传达着非常快乐的信息 而威猛这首歌呢 去讲述了一个非常伤心的失恋故事 这个歌曲的头几句歌词是 去年圣诞节 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 可是你第二天就把它丢弃掉 今年为了不使我再哭泣 我决定把它奉献给其他人 尽管这首歌曲非常伤感 却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不仅是西方而且在东方也非常的轰动 在日本这首歌发行了以后 一直在排行榜上头猎前茅 我一会还要跟大家放一个 日本人翻唱的威猛的去年的圣诞节 在1984年的时候 威猛是在英国最火的一个乐队 我当时正在那里读书 他们当时有两首歌都已经在排行榜上 第一位乔治·麦克尔当时野心勃勃 就准备再写一首圣诞的歌曲 获取在圣诞期间的排行榜第一 他写了这首别致的去年的圣诞节 这首歌虽然没有达到排行榜第一 但是好几个星期都是排行榜第二 后来他们把卖唱片所有的收入都捐给了 埃塞俄比亚当时那里有一个大饥荒 在80年代威猛乐队 很多中国人也知道 因为他是西方进入中国的很早的乐队之一 乔治·麦克尔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偶像 但是在他后期的时候 他出了一连串的这种不雅事件 例如在加州的时候 在南厕所由于不雅行为被警察抓 他后来被迫出柜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 他曾多次因吸毒而出车祸 或者是在公园里面跟其他男人有不雅行为 在去年圣诞节期间 他很悲惨地死在自己伦敦的公寓里 他的死重新引起了他的粉丝 对乔治·麦克尔的怀念 在他死后不久 他的所有的歌曲又重新进入了排行榜 我估计今年在圣诞期间 是他一周年的时候 这首去年的圣诞节 也会重新成为最热门的歌曲之一 Zither Harp 今はまだ思い出になんてできないよ でも愛はもうここにはいない Disney Dis 我估计的歌曲之一 我估计的歌曲之一 宝党 宝党 雨